汽车 游览车等红灯 就停在肯定通往白沙湾的街道上 民众目击戴帽子的外国人 竟然站在斑马线上丢起瓶子玩杂耍 先用三个瓶子耍特技 丢高高还转圈 似乎乐此不疲 特技还没完 接下来挑战五个瓶子 抛高丢空中一个不落地 表演完后立刻拿起帽子要驾驶打赏 肯定街道上民众派到 外国人玩特技杂耍 却无视于站在车道上 甚至连车子都往前移动了 他坚持站在车阵中 实在好危险 民众询问外国游客 他对镜头笑着说 自己从阿根廷来旅游 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旅行很有趣 只是站在马路中间要驾驶打赏 却无视于自己危险 警方说已经违规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出版条例 他任意在交通防防制道路 任意稀有坐卧蹲立 注意妨碍交通 将可属性台币三百元以下的发卖 警方说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 在车道上玩杂耍特技 以及妨碍交通必须开罚 也提醒外国游客 再有趣的旅行方式 还是得小心安全比较好 三雄张网民屏东报导